黃玉玲又傳來好消息了 亞運奪金之後 他最近又在中國北戴河舉辦的亞警賽當中 拿下金包銀兩面金牌 水啦 真的很替他開心耶 我們少洲的團隊呢 其實也特地南下 貼身採訪了黃玉玲 他跟我講亞運拿金牌 人生無憾了 好 這一回呢 我還到了這個玉玲家去蹭飯 順便來看看金牌選手喜歡什麼樣的彩色 那麼家人們又想對黃玉玲講些什麼心來威 跟著節目的團隊的鏡頭 一起來看 那個是什麼 這個鬼頭刀 這個呢 那個海裡 這個是鮭魚 鮭魚鮭魚 這個生種 然後我要兩盒 眼神犀利看準目標 三秒就出手 市場走跳如同逛自家廚房 黃玉玲父母熟門熟路 每次兒子出發比賽前 一定要來做一招 他特別喜歡吃魚 一定要吃這個 他每次回來就是一定要吃這個 魚卵生魚片 就像是黃玉玲的原動力 每次出發比賽前 家中餐桌上的必備料理 即使從家裡跑一趟快要10公里 但對黃爸黃媽來說 吃飽吃好跟訓練一樣重要 黃玉玲因為比賽四處奔波 亞運培訓時間更是幾乎不在家 難得到其半週上什麼都能聊 唯獨訓練及比賽的辛苦 能必就必 就算檯面上不說 家人都知道 這邊還有這邊吧 對還有大腿 對 都是偶親 這邊都是偶親 殘破不堪的訓練服 看在媽媽眼裡 比自己受傷還要痛 想起當年黃玉玲決心 要當職業選手 差點和老公弄家庭革命 Round 1 我比較注重學院 他爸爸比較注重運動 他吵的事一定是練習 比賽 讀書 還有考試 這四點一定是常常在吵 說還有一個禮拜要比賽 要考試 你為什麼又要讓他練習 然後我說快比賽了 Round 2 我想說 幹嘛要去跟人家擠那個 前幾名摔成這個樣子 對啊 他痛我們也痛啊 他就抓住我說 你為什麼這樣這樣 明明讀書 你為什麼這麼痛苦 你要摔個整個山 你要怎麼解決 立場不同 兩人你來我往 不過談到孩子 絕對都是第一順位 過去擔心黃玉玲身體受傷 現在則在他驚天一批 打賞名號之後 更怕的是網路世界的酸言酸語 媽媽她每次只要看到那些貼文 然後就會開始跟我講說 那個又在亂講了 又在說一直在抹黑她什麼的 我覺得有點心疼 就是會有點不捨 明明就是個運動員 然後也不是藝人 還是演藝人員之類的 你有當過運動員嗎 對 你有當過 如果你有當過的話 那我沒話講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辛苦上來的 沒有拿到我們也是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們覺得比賽就是平安就好嘛 面對一些人 緊抓黃玉玲全運會的小失誤不放 全家人站在同一陣線 因為他們最清楚這條路走來 多不容易 從亞運全運會再到亞警賽 黃玉玲短短幾個月 幾乎搜刮了各大賽事獎牌 黃金左腿還能披向何方 他們最知道 教授上一頁喔 加油